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 移交他的相关的私人的物品 包括他个人的一些行李啊什么的 要正式移交给他本人 那么第三呢就是签署一系列的法律文书 然后呢由深圳警方 举行一个广东警方和香港警方呢 在这个交接仪式建场呢 进行相关的一些法律程序 签字花牙以后呢 正式将这个摩军衔 移交给香港的警方 那么杀害了他的女友 前女友港龙航空的空姐陈某某 这个案件进行了严密的调查 最后确认莫俊贤具有重大的作案悬疑 随之呢在香港对他展开击补 只是没有抓到他 香港警方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悬赏30万港币来捉拿这个莫俊贤 10月24号 那么香港警方向公安部 发了一个请求函 要求内地的公安机关 协助击补莫俊贤 那么公安部呢随即安排 广东和海南的两地的公安机关 那么向精盖力量组成了一个专案组 于25号正式开展工作 10月25号 那么经过几天的这种摸牌以后呢 因为香港警方转过来资料非常有限 叫天王非非 书耳不漏 你怎么看待这种两地的警务合作 两地的警务合作 现在慢慢走向好的一方面 是吧 谢谢您 不客气 好的通过镜头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现在呢押解这个 现在莫俊贤下车了 他戴的这个黑色的一个头套 我们前方的这两位警头呢 还有一些莫俊贤的私人物品 还有一个私人物品的清单 内地的警察呢 在这个地方 香港警务处的工作人员呢 打开了他的头套 好 现在将香港警务处的工作人员 将莫俊贤呢 带上香港方面过来 莫俊贤呢是 我们现场的情况呢就到这里 好的 谢谢本台早 这个案件呢可以说 它是发生在香港受害人 公安机关和香港警务处的 有关的领导 那么主要是刑事侦查方面的 一些领导呢 在这个地方要举行一个 法律的换文手 刑件件的位置 交给香港警方的押解人员 把他押解回香港 那么这个莫俊贤呢 实际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